藝術曙光 冬光展望 冬光国中美术班 今年在全国学生美术比赛当中 再度传出了夹击 入围24件得奖12件作品 是历年来最好的成绩 方又欣同学版画作品 记忆如之 在全国数千件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 夺得了特优第一名相当的难得 方同学在版画里记录着 和嘱咐满满的情怀 我爸爸是在历史课的时候 突然冲进我们班 然后把我带走 然后说就是阿兽有可能有生命危险 然后说我们要赶快过去见他最后一面 我就感受到一种 全家人很想要把阿兽记住的感觉 所以在这次的构图 我就以这个为题材 然后可能一种使命感吧 就是想要把阿兽透过绘画透过板 然后能够把它刻下来 然后记在自己的心里 那板画要透过绘图、字板、印刷三个程序才能够完成 大概这一张其实刻的时间反而比较快一点 但是它画稿的时间因为很多空间的细节要调整 所以大概画的时间是花的比较多 其实我们刻到最后有些细微都是用放大镜 稍微看一下那个细节 那大概0.1公分的间距里面呢 大概最细的可以刻到将近六条线 所以是这一张板画它可以刻画很细腻的地方 那在刻的过程妈妈都一直很担心 她的眼睛会瞎掉 那当然就是 就是说这是在刻工是蛮重要的 而在水墨画当中 傅子诚同学夺得了全国第三名 他写着夜路在夜里寻找着栖息之地 但是很无奈的 家园还有河道上面布满了人为的垃圾 夜路的眼神当中也透露着害怕还有期待 提醒人们对环境保护的省思 环境很多垃圾都被污染 所以我就觉得人类应该要为世界 尽一份心所以我就画了这张画 像这只夜路的毛 就是近看的话会有很多细细的羽毛 那个都是慢慢画的 所以每一根都要保持这么细 然后还要有笔法的那种韵律 对我来说很难要有耐心 在这个创作历程里面 我看到孩子他很有耐心 而且很不容易 就是当我们跟他讨论这个素材的时候 他必须去很用心的观察 观察这个鸟类 他的一些细节动态跟姿态 还有这个空间怎么去整合 然后呈现能够把环境这样一个议题给分享出来 所以我想在这个很强烈的主题里面呢 他非常能够善用水墨的墨运以及笔法 还有层次把这样的一个空间感跟主题性充分的反映出来 东光国中美术班开发青少年美术才华 激励美感还有创意 23年来培育超过500名以上的优秀艺术的创作人才 今年在全国学生美术比赛当中 再度爆毁了大将 全校的师生都以东光人感到余有荣烟 宜兰新闻记者蓝夏如采访报导